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大众请合掌 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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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摩赫子观复兴传宏诀中册 第213页 213页 我们看到213页中间 我们是上次看到福子观者 这里是 那我们下次要 开此观为时 我从这里 开此观为时 倒数第二行 开此观为时 一 1. 阴介入 2. 烦恼 3. 病患 4. 夜相 5. 摩世 6. 禅定 7. 诸见 8. 真上慢 9. 恶圣 10 菩萨 我们看这里 这地方就是 跟我们讲 摩后子观 它总共分十章 十个章节 这个后面 正修的部分 分为十个章节 所以开此观为时 所以这个 从这里开始之前 就是前面 我们讲的已经快两年了 前面的这些都是在预备 也都在打这个底 我们对摩子观的 格局的了解 所以 他都在谈张通别缘的 每一个根器 他 要怎么样子的应对 每一个根器的心态 每一个根器对空性的体会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要了解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正式的进入修行上 会遇到什么障碍了 我们翻过来 214页中间 此实境 通能复藏 因再出者 恶意 一现前 二一经 好 这里呢 再讲 我们刚刚分了 这个十个 这个十个竞 此观开为实境 这实境呢 通能复藏 就是全部都是修行过程的障碍 都可造成障碍 好 那么 这个实境是 意思是 把这十件障碍讲出来 那我们修行就不会有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就能解决 他是把一些会遇到的问题讲出来 好 那这些障碍慢慢的一个个去掉 一个一个的这个避免掉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这个造成佛道 好 我们看下面 大品云 身闻能 依 四念 触 行到 菩萨 初 观色 乃至一切 种智 张张皆饿 故不为经 好 我们刚刚念的前面这一段 说 这个 这十境能够 通能复藏 那么第一个是因 所以因再出者 好 因再出者就是 第一个就是五因嘛 因介入 第一个是因介入 那么因介入就是 这个十八戒 五因十八戒 好 那么这个 为什么 因要摆第一个呢 就是五蕴 这身心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所有要观的 这个 的 好 第一个都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五蕴 好 色受想行事 这个五蕴 那么这个五蕴 就是五因了 好 五蕴就是五蕴 好 那么这个五 五蕴呢 五蕴呢 所以 在任何一个地方 好 任何一个佛佐讲的经典 都是摆在前面 好 所以 后面 好 这个 二义里面讲 一现前二 一经 那我们先用 经典上怎么讲 好 为什么 五蕴要摆前面呢 好 从现前来看 从一这个经典来看 好 那么这一经典来看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大品云 生文人一四念处行道 菩萨出观色 好 乃至一切种子 脏脏皆耳 故不为经 就是生文人呢 他的一四念处在修行 菩萨呢 最初 观四念处 好 那么 观四念处 第一个观呢 是观身不敬 好 那这个呢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好 那么这个四念处呢 我们刚念的这个四念处 那么第一个呢 观身不敬 这个身也是观 也是色受想行事 里面的这个色 所以菩萨出观色 乃至一切种子 障障皆耳 就是 在许多的经典里面记载 都会从我们这个色身开始 这个 这个 来开始做修行的所观净 好 像观身不敬啊 不敬观啊 好 或是说这个色身所起的任何问题 都是要先去绝照的 好 像我们这色身是四大所成 好 地随火风啊 四大所成 那这个也是要去先绝照的 那我们色受想行事 五蕴 第一个也是色 这个色就是物质啦 我们这个身体 好 我们这个身体呢 地随火风 好 所结构起来的 好 那么这个呢 都是要摆在第一位先绝照 先看 好 先观察 好 先觉察 所以呢 这个 这个障碍 好 开始镜的这个障碍 因介入摆第一个是正确的 好 是有经典 好 所依据的 所以故不为经 好 我们看到下面这一页 五百 215页 好 第一行 又行人受身 谁不因路重担现前 事故出关 后发异象别为刺耳 好 就是 修行人呢 行人 受身 好 这个 我们 是生生世世投胎 都有一个色身 好 好 好 大家 不要小 不要说只有我们 人道有五蕴啊 鬼道有五蕴 好 出生道也有出生道的五蕴 好 好 那么只是 这个 比较粗糙 好 比较精细的差别而已 好 但是呢 都有五蕴 好 好 好 所以 就是我们的重担 好 就是我们的重担 好 他 我们到最后 你还是得舍这个色神啊 好 那么我们对这个重担了解不够 就会去贪爱他 那是 好 智慧不够就会去贪爱他 好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个重担 五蕴也是重担 好 我们都活在这个被 被绑住了 被这个重担 压得快喘不过气来 好 像射受想行事 这个行啊 大家很难体会什么叫行啊 射受想行事的行啊 好 其实简单的讲 你眼睛闭起来 你那个头脑里面的妄想 跑来跑去 跑不停 也停不下来 那这个停不下来的这种状况 就是行 好 就是行 好 你看我们那个射身 射身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血液一直在运动 好 我们的细胞是不是一直在换 好 我们细胞通常一百二十天 四个月 好 大概四个月 我们这细胞就全部换过一遍新的细胞了 好 那你看这个就是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好 它实际上是在无常一直在变的 这个无常的进行的过程中 一直没有在 断 时间不会停住 这就是行 好 这就是行 好 好 那我们这个射身呢 就是处在这个 好 我们的思维 烦恼 好 像瀑布流一样 我们被这个烦恼绑住了 好 好 我们没有办法自在 好 我们没有办法自在 好 如果你喜欢黑色 讨厌红色 好 你喜欢绿色 讨厌红色 现在给你绿色你很高兴 给你红色你很讨厌 那你被什么绑住啊 被红色绿色绑住 大家懂意思吗 那你就是喜欢跑去那一家去 米其林 去哪里去吃 那你就被那个东西绑住 那这个绑住是很辛苦的事 我们都很难去绝照 我们都在被绑住 好 你看那个狗 那个狗 那个车子一开 狗就这样一直叫叫叫叫叫叫 叫那个车子 那这个狗是不会被那车子绑住 事实上狗是被他的那个 他这种习惯性的 好 他看到这个车子开动 他就会生气 好 就要去叫 好 那 这个是不是 他这个就是 人就是处在 事实上我们跟狗没有什么差别 那个车子一发动 狗就一直在叫 一直在很生气 那我们就很觉得说 这个狗为什么气什么 那个意义又不大 好 那那个车子很快就跑走了 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想 对不对 那可是事实上我们经常在做跟狗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那狗会叫车子是因为 这个就等于是狗在意的东西 他在意的 好 那我们人也很多在意的 我们人家是不小心踩到我们的地雷 我们也会生气 踩到我们介意的地方 我们也会生气 所以我们介意的那个事情 那个人家一 等下一冒犯到我们介意的事 他也不是故意要冒犯 只是正好讲到 那我们就很生气 那这个呢 这种事情这种反应跟 那个狗的这种反应是一样的 那这种事情也 我们在意的事也很快会过去 无常 十年后我们再来想十年前的事 我们是也会笑一笑 我们十年前为什么那么生气 那十年后的我们也不会在意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 处在这个 好 那个 我们在意的事情在我们前面跑出来 我们喜欢的事情在我们前面跑出来 我们就好高兴 好 讨厌的事情跑出来 我们就很讨厌 每天都是被这个讨厌喜欢绑住 就是生死轮回苦 我们要去绝照这个事情 原来我们都是在被绑住 很可 我们要这样讲 我们自己会觉得很可怜 所以你有理吗 我们有我吗 我们有我吗 事实上没有我呢 为什么呢 那个 我 那个我是 怎么说会没有我呢 如果你 你能够决定一切 你现在很痛苦的时候 你能决定你现在马上快乐吗 没办法决定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 我们是被业力所附住的 绑住的 所以我们被这业力绑住的我们 佛头告诉我们 怎么样子脱离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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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业力绑住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就要先去了解这个 叫做菩萨出观色 好 我们事实上是被五蕴色身绑住的 所以 第一个 因路界 好 因界路 好 这个五蕴 十八 十二路 十八界 那这个呢 都是要让我们去了解 哦 原来是怎样 好 原来我们处在于这种状况 好 那 等你了解了之后 你就开始去绝照 好 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是顺着的 等了解的时候 那就 那就不一样了 就准备要 要往脱身时轮回方向 就是逆 就是这个 顺解多道去 好 好 我们来看 好 刚刚念这个 行人受身 谁不因路重担先前 所以我们被绑住的这个 五蕴是个重担 真的是一个重担 事故出观 后发异想 别为侧儿 好 那么 第一 第一关 初关就是我们刚刚第一关 阴戒路 好 阴路戒 好 阴路戒路 阴路戒路都一样 好 那第一关先关这个 关了这个之后 后面的很多状况就会出来了 好 所以 好 所以第二个就是关烦恼境 第三个病患境 第四个夜相境 好 我们刚刚念这十个 它每一个它的排列的次序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好 所以出观 好 是阴戒路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 下面 福五蕴与四大和 若不照茶 不觉 分辞 好 好 这是指 为什么在阴后 五蕴后 五蕴后 好 五蕴之后 会要 变成要 变成是烦恼 第二个 这个 这个境是烦恼境 好 为什么是烦恼境 是因为我们 五蕴如果我们不照茶 是不觉得分辞 你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 如果你不去 绝照我们是被绑住的状况 不绝照我们是被业力 没有去绝照我们是被贪身吃 所绑住的状况 如果没有去绝照这个 这些 你就不觉得自己烦恼很多 你会觉得 哎呀我们都很快乐 很痛苦啊 很快乐又很痛苦啊 那 那个 这个 下班之后 就去玩 玩 不管是卡拉OK也好 去哪里也好 去哪里也好 现在大家 卡拉OK好像有时候也不一定常去 现在朋友约出来都在干嘛 朋友约出来一起看手机 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各自看手机 哈哈 所以你去看那个 那个什么店 什么店 咖啡店 吃饭的店 大家 前面也是放个手机 那边吃饭那边看 如果你不去觉察 你不知道自己 好 好 如果没去看看自己的状况 你根本 好 不会去觉得说 我现在烦恼很多 你因为我们是 好像都在顺着烦恼 好 头脑在 在意什么 就一直在在意 就一直在思维 所以你并不觉得自己是烦恼 好 那个 那个 要 这个 现在工作上 要去占那个缺 好 想办法去占那个缺 好 然后 那个 这个 想想看自己什么时候退伍 不是退伍 什么时候退休 哎 大家都在 头脑 着想的不是家庭 就是事业 每天都是这个 然后如果说你不去觉察 自己有多烦恼 你会发现 你活得还可以 好像还可以 就这样活着而已 这叫做不觉分齿 若不照察不觉分齿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因为五云与世大合 你把他 你的 你心里面的贪嗔痴就顺着你的 就这个五云就顺着贪嗔痴的方向在那里跑 好 你想去哪里就开车去哪里了 好 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那你根本没有去照查 没有去觉察 所以不觉得分齿 好 下面这句话讲得很好 最后一行 好 如碧洲顺水 林之奔崩 这念崩 好 奔崩 好 崩呢就是水 串来串去的 好 散走的样子 好 就是到处跑了 好 串来串去的 好 那 反正我们坐车子 如果你在车子没有窗外 你就在躺着眼睛闭起来 你也不知道这个车子现在开多快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 当我们现在五云跟四大合 如果没去觉造 你是不觉得烦恼有多烦恼 你是不觉得身心有多么烦躁 你是不知道的 好 我们翻过来 216页 若其回树 磁绝磁流 这念树 回树 树就是逆流而上的意思 好 如果逆流这个船啊 顺水而下 那个船不知道快 因为你在被关在船里不知道快 可是逆流而上 如果你奔成 你要往这个 如果这个船逆流而上很辛苦的时候 你就发现 好像有问题 好像有这种状况 所以死觉磁流 原来逆流和上这么难 你才知道 原来之前是那么快 顺水而下这么快 既观因果 这栋烦恼因 故次无因而论四分也 就是 你现在 你现在 我们现在开始去觉察了 开始去觉察这个烦恼 开始观这个因果 因果就五蕴 以及它产生的果 那这动烦恼因 为什么 为什么叫动烦恼因 你开始静坐的时候 开始念佛的时候 你才开始知道 我有多么没办法转心 我 我的身心是多么的 无法临近 是多么的躁动 你看眼睛闭起来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都很难 数习法 数到三就跑掉了 那个念佛 不用说念一百零八生 念个十生 那个念头就跑掉了 可能念到第几生就跑掉了 念头就跑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 当我们开始 在用功的时候 开始念佛的时候 你才知道 原来我没办法转心 所以叫动烦恼因 就是指这个 就开始发现 我原来有这么多烦恼 我的心是这么没办法临近 故次五因而论四分也 这个四分是指烦恼 是指这个 这个四分就指烦恼 所以次五因就是 第一个 我们刚讲实境 第一个是阴界路 第二个是烦恼静 对不对 第一个是阴界路静 第二个是烦恼静 烦恼静就是四分 这里讲论四分 论四分就是我们的四分烦恼 就是见识祸 四分烦恼 我们来看下面 观烦恼的部分 观烦恼之后 为什么会变成观 第三个是什么 来 病患静 为什么观烦恼之后 会是病患静呢 我们看下面 四大是生病 四大是生病 三毒是心病 以及等故情终不绝 我们连在下面看 经大分聚观 冲击脉 故四十二偏起 故有患神 这里呢 这两段就在讲 为什么会 由第二个烦恼静 转到第三个病患静 第二个烦恼静 是因为我们开始绝躁了 开始静坐了 开始做直观了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烦恼这么多 那静不下来 而且要对峙 还有点难 原来我们摊了的东西这么多 所以这时候呢 就动烦恼因了 但是动烦恼因之后 我们要了解 四大是生病 三毒是心病 因为 以及等故 什么叫等故 就是我们平常 平常是 你想去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所以你不会去察觉 我现在想要做什么 是因贪嗔痴而起的 你想要 想要去做一些 这个 一栋房子不够 要赚两栋房子 两栋房子不够 要赚三栋房子 当你这样子 拼命想去做这个事的时候 是没有去觉察 原来我们是贪心很大 那 当我们现在 人家 有需要你去帮助人家的时候 我们坚贪 不想去帮助 舍不下我们多余的东西 明明很多余 你可以给人家的 人家又正好需要 又是正 又是很好的时候 那你又坚贪 不愿意舍 这种我不愿意舍 我遇到现在这些境界 我不愿意舍 你会觉得理所当然 你会觉得没什么 我就是不想 不想给 所以这叫做等故 你是顺着自己的贪嗔痴的 这叫做等故 情终不绝 我们贪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样贪 很好啊 当你买豪宅的时候 觉得买得很好啊 哇 看得到很宽喜 去看车子 我现在发现 我们的第四台 介绍车子的频道 本来只有 很少的一些冷门频道 也在介绍车子 现在变成介绍车子 都是很多热门的频道 而且还一个频道不够 两个频道 都在介绍车 哦 现在 现在买车的人 都越买越好 越买越贵 台湾真的很奇怪 台湾的跑车宅 太多了 那个 开到路上 哦 这个 经常都是看到一些很特别的车 好奇的看一下 说哇 这台车不知道有多贵 所以 我们现在的人 你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就拼命想去买 好 你有 你有 那个钱很多的话 你买起来不觉得什么 所以你钱很多的时候 你买起来不觉得什么 这就以其等故 你顺着自己的享受 顺着自己的状况 好 所以你不觉得你现在是在浪费你的福报 好 有很多福德你是在浪费掉 好 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因果的问题 所以情中不觉 你在情境中 贪生痴的情境中 你不觉得自己是在贪生痴 好 好 因为你会觉得这应该的 这钱我赚的 好 那我们就应该去享受一下 都觉得应该的 所以就等 你不觉得这有什么 好 那等到问题都出来了 福报都响尽了 业障都出来了 再回想也来不及了 好 今大分聚观 冲击迈葬 故四蛇片起 片起 故有换身 好 现在呢 大分 大分是两个事情 大跟分 大就是四大 分就是四分 好 今四大 四分聚观 两个都一起观 好 大是指 我们看小字 大为四大 且指色音 比较特别指色音 色音就是我们的四大 色受想形式的第一个 色音 那这个是我们的 地水火风四大 那于四音 于四音就是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是其他四音 转成烦恼 称为四分 好 顾远远大分 所以我们这个 所以底下分 分为四分及前分 好 那么 开始的时候先观音 音介路 这时候我们开始 音介路观的时候 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烦恼那么多 好 那 这时候呢 当烦恼越来越关起来的时候 你当你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道理 当你现在发现原来我们身心的烦恼 那么多那么重的时候 这时候是会冲击脉脏 很特别 什么叫冲击脉脏 因为你现在的贪嗔之是顺着你的 这个 跟我们四大师互相配合的 好 所以你不觉得有什么状况 然后运作的好像很顺顺的 好 然后但是业果就一直在造业 对 那到现在你静下来的 观照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烦恼 啊我原来烦恼这么起来的 好 很多问题是这么这么产生的 好 原来造成我们轮回生死苦 是这样子来的 好 原来我们头脑是这么静不起来的 原来我们这个这个 观身不禁观寿是苦 好 那个你观身 哦原来身是这么不禁 那我在贪恩什么 好 瘦是这么苦 那我干嘛还要 在轮回里面在那里跑 好 那这时候你会冲击脉脏 这冲击脉脏是很多状况的 意思是说 你用功起来的时候 你的身 你的我们的身心啊 是会很多的状况会产生 就会有些病脏 病患 好 那这病患是 这个是跟 这个是跟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跟 这个 这个过去生 流转 无死来 流转生死轮回 你现在要开始 逆生死轮回了 开始要顺的解脱道的时候 你要返回来 要顺解脱道的时候 这时候 你的很多身心的状况就会起来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好 就是开始 开始就起了很多障碍 这个障碍第一个会发生的 就是病患境 病患 故四蛇偏起 自有患身 因为我们这个身心是 我们这个身体四大甲合所来 地水火风四个蛇 四蛇就地水火风了 地水火风这四个蛇 就开始乱窜了 自有患身 你就有病患的问题会出来 所以用功修行的人 往往有时候会伴随着病 伴随着病会产生 这是病患境的其中一种 那么这个病还关系到过去的因果 我先举个例子 我杀身很重 假设 假设现在这个众生杀身很重 那么过去生杀身 但是它也造了很多善业 所以今生身体还不错 可是过去生有一个很大的杀业 那你现在开始修行起来了 你要脱身水轮回了 这时候你五死节来 过去的一些业 造了一些业 会提前 好 赶快先去消 会提前去消 因为你要慢慢要走向脱身水轮回去 有一些东西它是会提前 会去献钱的 这叫做重抱轻受 你经过你忏悔 各方面 有些业就提前会起来抱 这提前起来抱 你身体就很多状况 群庄大师就是这样 好 群庄大师 他的那个最后几个月 他身体是很重的重病 病到他都觉得说 我是不是翻译出问题了 群庄大师 我那时候病到他自己都害怕了 说啊 是不是我翻译错了 所以他就跟菩萨祈求 菩萨是不是能够给他一点指点 我是不是翻译错了 结果呢 他很自诚心在佛前 齐请佛菩萨的加持 当天晚上 他就梦到 那个观音菩萨 还是哪一个菩萨 来跟他讲 他说啊 你是因为翻译的太好了 翻译的太好了 所以呢 你把过去生做国王 因为他过去生做国王 做了好几世是国王 造了业 因为国王有时候不得不造业 没有办法 那你做国王所造的一些杀业 提前来报 所以就那几个月时间 把过去生的国王的杀业都一起报 那不就重报清授 不然的话那个杀业多重啊 过去好几世 那这几个月就解决了 几个月这个业就消完了嘛 好 那所以他一定是重报清授 好 提前来消 而且是消的很多 好 这个呢就是 你 如果你认真的 要往脱生死轮回的方向去 顺解脱道的方向去 你的身心是会冲击脉脏的 这是事实 这是真的事实 会冲击脉脏的 好 所以事实而骗起 自有欢身 好 寻传大师的师父也是一样 他的师父是那个 戒什么 对 戒贤律师 对 戒贤论师 戒贤论师 戒贤论师也是 他一百岁的时候 还在做那个那烂陀的住持 好 那那个 他也是痛到要死掉 他想痛到想自杀的 你看痛到那个样子 好 然后后来佛不杀就跟他讲说 你有一个徒弟 在三年后会来 你好好的 你现在身体的病是过去生的 也造成的 好 因为他是一个持戒经炎 好 又非常认真用功的人 所以有些病患是提前重抱轻受 让他在那时候先受掉 好 那 那 可是呢 因为太痛苦了 那佛不杀也安慰他说 你在忍耐忍耐 还三年后有一个好徒弟会来 男个徒弟的 玄庄大士 他就说 那时候 那时候他才刚从唐朝出发 才刚出发没多久 正在往这个印度那南陀大学的方向来 所以 这个都是冥冥当中都有一个 这个 这个 菩萨再来投胎翻译经典 冥冥当中都有他的一个 一个护念 诸佛菩萨的护念 那 所以 所以我们从这些故事来看 你看 这些人 你要脱身死轮回 你真的是要承受不少 的确是要经过很多考验 尤其摄身 好 这摄身考验是不小的 好 所以冲击脉脏 四则偏起 自有患身 好 这病患 所以第三个就病患境 好 就在谈病患境 好 那第四个为什么会变成这个 是 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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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217 夜 无量诸业不可称计 善善为弱不能另动 就是 现在病患境产生了 好 好 好 现在病患很多问题都产生了 但是呢 你因为你 你没有去 指观 指观是指修行 啊 你没有在修行上好用功 的话 你不会觉察 可是 如果说你开始去用功了 你就会 问题都出来了 那病患境 产生之后 还有一个夜相近 什么叫夜相近呢 就是你 这个 讲夜相近之前 我们先讲这个 善善为弱不能另动 就是你 原来的 你今生所做的善法 事实上是很微弱的 你没办法帮上什么忙 我们一般做的小善法 帮不上什么忙 好 那 无量 过去生 无量的猪业不可承继 过去生 我们造了这么多的业障 你今生那小小的善业就能解决吗 就能够对 对峙得了吗 好 我们常常 我经常看到很多修行 很多 哎呀 师父 我很认真的护持 我怎么那么多的障碍 很多的问题 好 那这个 家里也是问题 事业也是问题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社生也是问题 好 那这个当然也是跟每个人 那个状况不一样的 有的是他 他护持的过程当中 他也造成很多恶业 好 有的是他很能 他的确是修得很好 所造成的 所以说 没有办法 一样的 都是 都是状况不同 好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 你一点点的善法 难道就能够还掉五十节来 过去生的恶业吗 好 所以要转我们的命 真的要发大愿 好 要发大愿 很长久的去做 你才有办法去 能够转掉过去生的一些恶业 你才有办法转 好 不然的话你还是按照命盘在跑 你的八字是什么 就是按照这个命盘 你还是这样这样跑 那这样你还是没有修到 要修到命盘已经 你已经不在命盘的算术里 你就已经 你这样才是真的改的命 好 所以善善为弱不能另动 动不了你的命 动不了你的原来的状况 好 但是精修此观 见并不亏 动身术轮 好 这就很重要 好 现在开始修此观 我发菩提醒 好 然后念佛也好 静坐也好 好 或是 你各种做各种的修行 拜参 礼参 护持三宝 好 好 等等 好 好 义功等等 好 你修此观 贱病不亏 什么叫贱 贱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好 贱不是健康 哦 好 贱为以观大焚 看小字 好 为以观大焚 并为以观并静 好 就是 这是 见诗子前面的这个观大分 大就是四大分 四分 好 就是我们观四大 好 好 观五蕴 好等等 这个呢 你认真去观 勤快的去观 好 好 并 为以观并静 因为你观了 我们这样认真去观 好 那你就触动了 这个 因为你要脱 准备要往脱生死轮回方向去 所以这时候呢 你 这个 因为你现在是 你本来都是顺着贪生吃在跑的 现在是不顺贪生吃的 这时候你才开始会有病 病患会产生了 好 那么你绝照这个 绝照的这个大分 观大分 也观病静 病患静 这时候呢 你那么认真 不亏 不亏就是你很认真的 用心用功 没有 懈怠 不会亏损 你很认真的 好 这时候会动生死轮 好 你就是往脱生死轮回的方向去 动生死轮 好 什么叫动生死轮 下面 或 善蒙故动 或 恶坏 故动 善是受报 故动 恶来 折报 故动 故次病 说 业业 所以病患经 后面要说业相经 好 那这个为什么我要说业相经 就是因为我们 前面的绝照 绝照我们的这个身心状况 绝照我们的贪嗔值 认真的绝照 这时候大分都绝照 四大五 四分 都认真绝照 然后 然后 我们产生的病患境 我们也认真的用心的去观照 这时候 这个都不亏的话 你就往动生死轮 就是 往出生死轮回的方向去 顺解脱道的方向去 那么这时候呢 会有一些夜相会产生 什么夜相 善蒙故动 恶坏故动 这是指我们过去生的 善根发芽 发香 善根发香 你过去生有些善根 这时候你会 慢慢的会 展开出来 所以善根就会动起来 恶坏故动 你过去生 造了一些恶的种子 今生你也绝照到了 这时候你把那个恶 开始去消化 把它 消除掉 不会让它 产生 像这个不静观 比如说你认真观不静观 过去生如果有这个 贪生 贪这个色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业果习惯 你现在去绝照不就是 破坏它的 破坏了 你去观不静观 就是 是不是对质 对质 对质我们对于 这个色生的贪爱 这个对质 就是恶坏 你原来 你原来会产生的恶 就给它坏掉 大家了解吗 你原来会有的这个恶 你就给它破坏掉 就破坏这个恶 破坏这个恶 所以恶坏故动 所以它什么动呢 就是 好的 在这个 在发芽 坏的 你给它 去掉 恶 就是 不好的 给它坏掉 那 善事受报 故动 恶来 折报 故动 那么过去 就是 好的 今生好的 也会 也会有这个好的抱 会产生 这时候也动起来 那么过去造的恶业 提前来抱 所以恶来 折报 故动 也会提前来抱 它提前来抱 你就 这个 这个 这个就 我们用我们很多的 弥佛 拜佛 忏悔 这个也会消掉 我们不少的业 过去生提前来抱 这个重抱 会轻手 所以有时候 这里跌倒一下 这里小开道一下 这里什么 一大堆问题 这些问题有时候 还会 有点小麻烦 但是整体来讲 就是消业障 业障就消了 这个真的是事实 这个 十多年前 大概十七年前 那个 那时候我还没接此音室的时候 我去 那时候去大陆朝 那个朝四大名山 那很奇怪 那时候去朝四大名山 我朝到九华山 地藏菩萨那里 那地藏菩萨那里 那地藏菩萨那里有个百岁公 对不对 百岁公里面供了一个肉身菩萨 那个肉身菩萨 就是无瑕老和尚 那无瑕老和尚 那外面肉身菩萨 是真的啦 但是呢 他有一个假的肉身菩萨 就是一个木头像 放在山洞里 那那个山洞是别人都进不去的 那用我们的领队的 领队的他是一个 一个修行人 他现在也出家了 那个领队的现在也出家了 那领队的就带我 他就他跟百岁公很熟 就带了我们几个人 几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出家人 好 那个出家人就现在 我们此因是新梯度的随位 好 那我们一起去 下面去参访 那个山洞 一进山洞 因为那个 突然就有一个通灵的 那个通灵的 就在那个山洞里就跟我讲 因为我们在那里 在山洞 看那个吴侠老上 当初闭关的山洞 那个山洞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我过去什么样子 然后过去生 然后又讲我现在 然后再讲了一个重点 你这次回去以后 会有个车关 会有车祸 我一听了就 眼睛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结果我回来以后 真的耶 真的出了车祸 我在开车开 在石头山开车开开开 我自己跑去撞山 正好当然很奇怪 撞那个山 那个车子 那个车子损毁了 车子还撞的还蛮烂的 那个 大概 车头烂一半 所以你看看这多烂 那花了很多钱 我去修 那 我跑去撞山 撞山 可是很奇怪 撞下去之后 我身体好好的 没有 我身体完全没有事情 我自己还开车门出来 就看这台车 还真的是有个车关 但是还好啦 人没怎么样 一点事都没有 但就是 就是车子 坏掉了 拖车的来 就跟我讲说 师傅啊 我很少看到车子这样撞的 那边有人车子 自己撞 不是跟别的车撞 是自己去撞 自己去撞山 那时候我睡着了 也是睡着 累 累到睡着 所以就有一个车关 所以 这叫什么 这个是指 二来车报 我看来是这样子 过去生根造了什么业 提前来报 重报轻送 可怜我那车子 帮我收一点业 我们总 都修行的人一定会经过各种考试的 很多问题 真的是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是很感恩 逆来顺受 很多东西真的要逆来顺受 你这时候被人家诽谤一下 你笑一笑 你被人家赞叹一下 你也笑一笑 因为这个都是逆来顺受 顺着受 逆的来 都没有关系 就笑一笑就好了 好 所以呢 这叫夜相 你真的认真修 你会很多叶会产生的 那叶有些莫名其妙的叶 奇奇怪怪的叶都会有 这时候呢 你就是还是继续用功 你保持你的用功 保持你的听经文法 好 那就是保持下去就好了 上次我好像提到 以前我在讲那个法华经 十一年前在这边讲法华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讲课之前 头会痛到全身冷到 好 这个 胃 胃 会跑出去吐 好 再词音试 那我那吐 吐完以后 我再吃 我那个吃药也不行 连药都一起吐出来 吐完以后 舒服一点再吃药 再吃止痛药 我才来讲法华经 然后几次是这样 好 那 然后呢 有的时候是发生一大堆问题 反正就是 诸多困难 但讲完以后 讲完法华经以后 哇 身心好像 好像有一些些 感觉脱胎换骨了 身体很舒服 我很清楚 讲完法华经的那一天 回来山上 哇 全身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我才知道 哎哟 讲经还真的 智力利他 我看智力比较多 利益我自己还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叫夜相 你要脱生死轮位 你要顺解脱道的时候 一大堆状况会产生 这时候你要忍耐 诸般忍耐 你没有忍耐 没有办法 你一定得忍耐 有些东西要撑过去 所以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的 这种各种作息是很好的 那个从早上四点半 不是 早上五点多 敲钟打鼓做完早课 然后四点多起床 五点多开始 打板 敲钟打鼓 然后吃饭 如果有些大一点的道场 人多的话就过堂 过完堂 回向 然后五哉 晚课 一堂一天五堂功课 都顺的做下来 你每天五堂功课都没断 这真的就是考验的 你能够不断的就是考验 这种不断很有用的 它就让你的午时节来 很多问题就慢慢消化掉 化掉 所以 稻场的 我们丛林稻场的规矩很好用的 我觉得很需要发扬光大 从早上敲钟打鼓 起床打板 然后来到晚上安板 中间的所有的 这个丛林的这种运作 都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让我们很多问题 都慢慢解决 不管你发生了病患症 夜相症 还有下面会有磨式镜 遇到磨了 这种都可以慢慢解决的 我们来看下面 218页 翻过来 所以说病之后要说夜相 就是指这个 218页 以二动骨 二欲灭 善动骨 善欲生 磨 惧出镜 做诸流烂 或坏其道 故次夜 所磨 前面 今天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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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是夜相镜 现在第五个魔式镜 夜相镜之后 为什么要讲魔式镜呢 是因为 恶动故 恶欲灭 你过去一生造的恶 或是心里面的恶种子 你产生的恶种子 你产生的瘫或产生的嗔 这些瘫嗔都慢慢要灭掉的时候 恶欲灭 或是你过去的 造的瘫嗔造下来的恶业 开始要去灭掉的时候 然后善动故 善欲神 过去种的善因 善因缘 今生就开始动起来 开始善根发向 善欲神 这时候磨聚出镜 聚就是很急的样子 磨就着急 磨很着急 你会离开他的手掌心 磨就开始着急了 他很害怕你离开他的磨掌心 出镜 出生死轮回 他很害怕你离开他的掌握的范围 出生死轮回 所以磨做出流烂 磨坏其道 可能就会坏你的道 这时候磨会利用各种干扰 来让你的修行障碍更多 所以有些障碍是来自磨的 不是我们自己来的 是真的是磨来的 所以叶向镜之后要讲什么 磨是镜 磨是真的有磨 不是假的 我可以讲是真的有 百分之百真的有 还是真的有磨 磨很麻烦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如果你很认真修 就稍微会有磨干扰 如果不是很认真修 磨不会理你 只是小咖而已 没关系 他不理小咖 他要理大咖 或是不是A咖 B咖也他会理一下 等到A咖你就辛苦一点了 他会有认真的干扰力 所以我们就要去懂的 原磨干扰是什么状况 你再去了解 下面 若过磨是者功德神 或过去行或现在行力 诸禅尽起 或昧或静 或横或树 故赐磨说禅 过完磨是尽呢 你就 很多障碍就 这个属于 属于这个 欲界的一些问题呢 比较好解决 欲界天的 属于欲界的问题 比较好解决 但是后来问题 是属于 比较麻烦的 所以高人有高人的考验 矮人有矮人的考验 所以高人有高人的考验 那我们还算矮人 那这些高人 他是受到什么考验 他已经通过了摩世禁的时候 功德神 他真的会有很多功德 会有圣禁 圣禁就是书圣的 圣人的圣 圣人的圣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境界 会跑出来 那个见光见佛等等 甚至你很多一些 小神通也会有 那这时候功德神 那么这时候 或过去习因 或现在行力 诸禅尽起 就是这时候 你功德慢慢升起 你禅定慢慢越来越高了 魅就三魅 魏啦 三魅 静 横竖 这以后会讲 这是有关禅定的 这以后会说 这个以后会说很多 故次摩说禅 就是有关禅定的 所有的问题 这时候 要在摩世禁之后要讲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 如果你现在功德神 如果知见错了 或是你这个禅定走错方向 你还是会堕落的 所以要讲禅 要讲这个 这个禅定静 第六个禅定静 下面 禅有关之 因胜协会 异观于法 必辟起诸道 邪便猛逆 故赐禅说见 当你现在功德身之后 你就会很多的 因为你体力很好 你精神会非常的好 各方面会非常的好 这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 你可能很容易会生邪惠 邪见 这是很容易会产生的 这是以为自己怎么样 以为自己很有修的 所以 义观于法 义就是放纵 对于绝照 直观的法 你就慢慢的 没有认真地去用心 就起了许多的邪见 邪的辩论 邪便猛利 跟别人辩论起来 体力十足 而讲得头头十道 但是又好像对 好像不对 这就叫做邪便猛利 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在禅之后 要说什么 说见 知见 知见不要走错 所以知见很重要 你知见错了 等你有功德生的时候 知见的错误之间就更麻烦了 所以 先要求正直正见 以后障碍就比较少 好 我遇到好几次 偶尔 久久偶尔就遇到 或是听说 听说比较多了 因为会有到这种情况的 大概都已经有一点程度了 就是总是会有一些 修得 大家公认他还很不错的人 但是呢 我听到这个人身边的人跟我讲说 他师父都会跟他们周遭的人 如果有什么状况 他师父都会跑去跟他讲 没有关系了 你的业我来承担没有关系了 这个师父都会去跟人家讲这个事情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 不要去跟人家去提这个 佛也从来没讲这个 佛从来没有去讲这个 佛从来不会去说 你的业我来承担 从来佛不会讲这个话 所以当人家有去讲这个话 就要小心 因为佛没这样 法也没这样 那个业力永远是谁承担 自己要去承担 然后呢 佛是讲很多的法义 依着佛你做忏悔 佛可以旁边给你一点助力 让你能够忏悔自己的业障 所以如果你之见错 那这时候往往会造成危险 这协会 这智慧是有问题的 这协会 早期我看到有一个局势 大概在应该快三十年前吧 快三十年前 那时候我也才刚出家 那我看到电视上的局势 光头很壮 他都帮人家加持 如果人家有什么鬼神障碍 副神什么 都给他去加持 他加持呢 他就会用手用力地拍打他 然后用很强烈的方式 把他要把里面的众生逼走 我看那个局势 他还真的很有体力 我看他这个 看起来很强壮 那他头是剃光头 那头也是 整个看起来就是 还算满庄严的 但是最后呢 他往生很快 死得很快 后来没有几年 大概不出 那时候他会上 会在电视上做这些 就表示他 他应该是那时候已经是 可能就比较旺了 他的命运应该是走到比较高的状况 可是很奇怪 他要摔下来也很快 没有多少年 我记得大概不到七八年 就往生了 死的时候怎么死呢 全身瘦到皮包骨 还死不了 躺在床上 哀哀一叫 死不了 然后最后也是这样 瘦到不行 瘦到死掉 你看 痛到死掉 哀嚎到死掉 多辛苦啊 所以当你有一点点功德力的时候 千万不要 他这个就是智慧上 有深邪见 那 这叫邪变猛利了 你跟他讲他也不会听 他有他那一套 而且他又身体又很好 这个体力气势都很强 你这时候要跟他讲什么没有用 那这就危险来了 下面 若事件为非 习其忘卓 贪嗔利顿 恶聚不起 无智者 为正涅槃 这个就是真上漫 这个就是真上漫 第九个真上漫 刚刚第七个 就是要租见 第七个要让见解不要错误 那么见解正确之后 若事件为非 你对于这个见解 知道不好的 你能够去掉 好的留下来 习其忘卓 那你贪嗔利顿 利死顿死 贪嗔痴累 恶聚不起 你都不会生起 那么 如果智慧不够的人 会以为自己正涅槃 这个常常发生在什么地方 常常发生在 初禅 恶禅 三禅 甚至四禅 常常发生在 初禅 恶禅 三禅 以为自己正涅槃 因为初禅的人 他是贪嗔利顿 是恶聚不起的 历死顿死 贪嗔痴 他们是被扶住的 那身心是非常的喜悦快乐 以为自己正涅槃 他不是打妄语 打妄语是另外一种状况 打妄语 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正涅槃 我就跟人家讲我正涅槃 这叫做打妄语 可是他以为自己正涅槃 所以跟人家讲的也是 我正果位的 就跟人家说我正果位 这时候就麻烦了 这叫真上漫 真上漫 所以在这个诸见之后 第九个就要讲真上漫 那么真上漫之后 小圣 小圣亦有痕迹 是产为事果 大圣亦有磨乃 与记 并是为得 为得真上漫人 故次见所漫 这还在讲真上漫 就是 小圣 也有痕迹 是产为事果 就以为 出禅是出国 恶国 那个恶禅是恶国 等等 大圣呢 也有磨呢 会跟你来收记 并是为得为得 所以是真上漫人 所以你在诸见之后 你要讲漫 才不会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行 贱慢即静 先是小席 因静而生 生子舌眼 及其次也 就是 诸见 跟真上漫这两个 刚刚这个第八第九 这个 第七 第七第八 诸见跟第八 真上漫 贱慢即静 你已经通过了 也不会有问题了 先是小席 这过去生 你有小圣的习气 因静而生 这时候因为你的 真上漫也放下了 可是你 然后你的这个 诸见 邪见的问题 也没有了 这时候呢 小圣 如果过去有小圣的习气 你就会生起 因静而生 生子舍眼 及其次也 生子就是舍利佛了 舍利佛不是舍掉眼睛 后来 那个 又 本来是大圣 后来就转为小圣了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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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皇大帝不是要来 不是 那个 不是有人要来试验他吗 一个老太婆 来试验他 叫他挖左眼 才能够治 治他的病 左眼下来就嫌左眼臭 好 那个 跟舍利佛要左眼 舍利佛就舍 舍左眼给他 最后老太婆把左眼 那个 就跟他讲 我说错了 我要右眼 那 舍利佛 也很阿萨利 又把右眼挖出来给他 老太婆拿着右眼就说 又嫌得他的眼睛太臭了 丢在地上踩一踩 然后就走了 那这时候舍利佛就感叹了 舍利佛就两个眼睛都没有了 那他就感叹了 感叹众生难度了 所以他就返回小生 他就变成 一个人去做这个 一个人就入几净涅槃 他就去学小生 这个就是 生子舍眼 就是说 你的支箭 没有问题 真山曼也不会有 那这时候 你已经要正果位的时候 要正果位的时候 因为过去 生的小圣习气 你就会返回 堕落到恶圣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 这个恶圣的问题 第九个恶圣 我们翻过来 220页 大平云 横杀菩萨发大心 若一若二路菩萨为 多多恶圣 故次慢 说恶圣 这是大平波罗经 就讲了 横杀菩萨发大心 可是呢 若一若二路菩萨为 才一个或两个路菩萨为 那其他在干嘛呢 多多恶圣 你看 所以多路恶圣的很多 所以大圣有多难走 大圣真的有够难走 大圣真不容易 所以故次慢而生 我们今天到这里 下次我们继续讲 下面第十个 我们今天进度比较多夜 下面讲的会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不是在讲什么空性 这些都不是 都是在讲修行会遇到的状况 所以内容丰富 然后 大家要听会比较听得懂 前面那个讲很多空性 大家可能都听得不沙沙 后面就会比较听得懂 但是后面听得懂 又很重要 你看由这种 志尔大师所讲出来的 东方小释迦 所讲出来 这个都是很实用的 都我们日常都会遇到 会遇到这个会碰到的问题 都很实用的 请说 我请问一下 刚才说那个协会 协会 就是刚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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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 我不反对加持 第一个 没有反对加持 因为也有这种 也 这个 也的确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不是错的 惠律法师有帮人加加持 他也有 那 这个 我不会反对这个 但是 要小心做 要比较小心做 那这个 也是回复到 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是不是能够在教理上深入 或是 他只是凭着他自己的 阳刚之气还很甚 然后 不知道 天高地厚 在帮人家加持 那这就很麻烦 很多是这样 很多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那就 一直在帮人家加持 结果自己 出的问题 问题还很大 那这就麻烦大 所以通常帮人家加持的人 我不会担心 那个被加持的人 我都担心 加持的人 就是那个修行人本身 我就比较担心他 所以他 我们外人是很难看到 很难去判断 你得要从他平常的 这个 讲话 讲经里面 然后你才有办法知道 但是 因为你们现在 像这种祖师的 像我从十多年前 在这里开始讲经 有录下来的 从有录下来的开始算 大概 印光大师文潮 散导大师全集 散导大师全集是在 那个佛学院讲的 那个也有在网络上 然后这个 静心戒观法 这个道宣律主的 所以道宣律主的 散导大师的 还有这个 印光大师的 还有我们现在讲的 智者大师的 像 如果这样一路 听我这样 如果你真的认真听完 你们大概都有一点会言 大家都有一点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人是不是怪怪的 所以祖师的 祖师的内涵多听 慢慢你自己就可以 有一点小分辨了 简单的分辨会分辨得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好 下个 深度 请不吝点赞